你看这是个典型的神强的八字 鬼水日圆 天干得势 地之得令 这个令是生住他的呀 是吧 这个已经50分了 那我们再看大运流年 大运流年 那属于均衡 不算强也不算弱 因为他是走到丙须这一柱 这个须是个火呀 这个须是当火看的 因为他的丙须 丙把须这个能量给他引化了 丙把须的能量给引化了 须是一个火库 丙须这一柱 会使火的能量加强 火的能量加强 他就当火看了 当火看了 那这个火也是消耗日元的 所以要减12分 但是流年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这个天干这个任水来 这个天干任水上半年 又来生住日元 所以抵消了这个大运 那他本命局是52分 那还是52分 就不用担心他的均衡不均衡的问题了 他就是 他不是担心他身强身弱问题 他就是均衡 那这就是均衡 因为得令40分 天干得势加12分 这不都已经52分了 我们追求的就是52分这种最佳的状态 那你给他 你说能不能补印呢 也可以多少补一点 他八字本身印性是可以的 他印性能量是够的 有两个 对在这里还有个事给大家说 身弱补印 你也得考虑一个情况 印过多了也不能补了 叫一位为真 二位为真 三位为甲 四五六都是病 大家还记得这个关键的知识点吧 就是一个和尚漂水池 两个和尚抬水池 三个和尚没水池 他本命局的印呢 已经是有两个了 那 他不是两个的 这还有印 这还有印 这消也算 消也算印 他本命局四个印了 他已经四个印了 所以像这种 他哪怕是身弱都不能补印 因为印多了也不好 印多了也不好 哪个多了都不好 不要超过三个 像他这个已经是均衡了 所以也不用补印了 我就说 万一他是身弱 你一看他的八字里边 超过三个印了 也不可以取印了 不可以补印了 任何的能量的补充都是这样 他的八字本命局 超过了三个了 都不能再补了 补多了都补成病了 你知道不 超过 咱们学那个八字看疾病那节课 是不是 任何的五行 超过了三个 他都是代表的疾病了 那你说他为了提高孩子学习成绩 如果我举例 这个八字现在是均衡 如果这个八字是深入的话 我们想给他提高学习成绩 给他补印 一看已经有四个印了 确计不要再给人家补印了 不能再补了 因为印太毒了 他深似河水 他深有虚还汇金呢 深有虚还三汇金呢 他的印极强制印了 所以绝对不可以补印了 对有的同学说 深似河水了 对 他本命局就深有虚三汇金 但是呢 中间隔着 隔着的话就不算了 那优先计算深似了 深似河水 天干游水引化 深似河水也加强了水的能量 所以他本命局就深强了 不是深弱 深似河水并不会改变 这个深河四的字 不会变成另外一个字 他可以把深中的水的能量加强 有过强的水来生住 他本命局就深强了 对 刚才没有考虑这个核化的问题 但是走到这个大运深游虚 这样挨着了 就不算深似了 明白吗 大运深游虚三汇 那也是天干没有金银化 也会有十倍的能量加强 三汇如果天干有金银化 会有二十倍的能量加强 所以在这个大运 他也是深强的状态 欠记 就我是举个例子 如果他是深弱 八字本命局还有印很多 也不能补印 超过三个都不能补了 核心原则超过三个都不能补 那我们只能取他的文昌了 来用他的文昌了 鬼水渔 我们查查他的文昌 鬼水渔文昌在卯 鬼水文昌在卯 卯是啥呀 正东方 这里正东方 此五卯有四正 此是正北 五是正南 有是正西 卯就是正东方 那在家里边就用风水罗盘要找 为什么要风水罗盘呢 您哪怕不买这个罗盘 您用手机上罗盘 也必须用结合 这个找到准确的方位 因为我们的房子基本上都歪着 多少都会偏移几度 不可能正正的直直的 就是正南正西 正东东北 所以用他的位置 就是定到准确的方位 那东方 卯位在哪 卯位在这 大太极就在家里边的 这个位置 那这个大太极 你看典型的这个大太极 是不能用的 对吧 那我们可以取他的 如果这是他的卧室的话 是吧 小太极 正东方在这 如果这个是他的卧室的话 正东方在这 这是他的 这个文昌位 文昌位 他是卯是个木 那所以要买绿色的文昌塔 买绿色的文昌塔 摆在这个位置 让他能够住在 这个小太极的正东方 能床移到那个位置 让他在那睡 然后呢 让他这个 或者把书桌放在那个位置 他能再次坐在那学习 占这个地利 把这个位置的能量 要增强 因为木 我们就要播放五星鼠 木的音乐 播放 就安排那个北斗青灯 是绿色的灯 一闪一闪的灯 把那个 某那个工位啊 能量给他增强 让他待在那 这个能量就会影响到他 对于他来讲 就提高他的文昌 学习能力 然后呢 考试那段 那个时间啊 出门 那他这是 方向 他的喜用的方向 那就是他的文昌的方向 那就是东方 那么他考试的方向是在北方 考试那几天 去考试的时候啊 要挑一个他的文昌贵人 不是文昌贵人 挑一个他的天影贵人 不用一家人都陪着他去考试 挑一个他的天影贵人 带着他 一出门开车 他先往东边走 绕一圈 再绕到考场去啊 这个天时的方向的位置嘛 是他的文昌位 你提高他的学习成绩 然后身上佩戴 或者文具盒里边 给他放一个这种文昌笔啊 平时喝迷迭香啊 做茶叶 让他去喝这个茶叶 提高记忆力 让孩子的记性变好一点啊 这个不是说在考试 那几天才喝 平时都可以喝 因为只要是上学的孩子 他都需要背诵 都需要这个记忆 那他喝一喝 这个你让孩子自己去感受 真的会提高记忆力的 因为我自己喝过 我试了试 效果很好 因为那个美国那个产品没有了 那个现在他记不过来 我以前都是买的那个胶囊 我看我这还有空盒没来 就这个 就这个 我从美国 我从美国他卖的 就是以前有个淘宝店在卖这个玩意儿 但是现在买不到了 他下架了 全网就他一家卖的 全部是外文 你看这个上面的这书页 这不是跟他一样吗 跟咱们那个上面的这个是一样的啊 全部都是外国字 从美国那边寄过来的 叫 就是 迷迭香提酒 35块钱一盒 这一盒能吃好久 还有几粒呢 给你们看看 啥样 我自己在吃的 你看胶囊 胶囊就是个透明的胶囊 里边装了一些粉末 装的粉末就是那个 迷迭香打碎的以后 那个粉末 他装在胶囊里了 然后再卖这个药 如果买茶叶的话 那这一盒才多少钱 这个成本我估计 刚才说的是18块钱一斤 这里边整段也就是有个二两都不到 这外国字我也看不懂 估计也就是二两 里边也就装了二两迷迭香 但是他把它装在酒胶囊里边了 这一盒也卖35 他就卖啥价 这是原来淘宝店有个店铺 我看他卖这个 我就懒省事嘛 我自己懒得装了 35块钱一盒 我去买点 没事就吃两粒 坚持吃早上两粒 晚上两粒 提高记忆力的 这个效果很好 对 规定级我就不推荐了 因为那个太贵了 尽量给大家推荐迷迭香吧 那价格不高 效果又好 是不是 咱都不是这个 咱的签言都不是这个 大风吹来的 是吧 都靠自己辛苦努力 拼搏得来的 能省着花就省着花 迭迭香 大家记得 这个提高记忆力 然后您有 如果孩子考试 您需要做这个 需要求福 或者是做法事 您可以跟客服联系 到时候这边客服给您安排 汇总以后发到我这来 我这在中央庙 统一给大家安排 到时候一块给大家做 您要是有时间 带着宝宝来玩 也可以在现场给您做 有同学说 老年痴呆 不能用吗 理论来讲 应该是对身体 没有损害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 天然草本的植物 它是提高记忆力 提高那个专注力 还有助于睡眠 就会让睡眠好一点 有同学问我 过期了没有 还真是呢 放了好久了 因为我上次买了十几盒 吃完了 这是刚才一看 我这还放了一瓶 这上面也没有出厂日期 就是别放过期了 这上面也没有日期 应该没坏 它因为它是就是一个 胶囊装的那个 迷迭箱打成的那种粉 应该不会坏的 按地图的方向 静见说 按地图的方向 文昌笔不用再考虑 不同的颜色 文昌笔就是一个 这种水神佩戴的一个吉祥物 有个同学叫千询问 说第一个案例 印星是水 文昌位是火 那你不冲突的呀 它的印是它的水 第一个同学 那个乙木 已有日元那个 是吧 月亚晴的女儿 那补充的水 是给它补充的 印性的能量 是提高它的这个 印性 印我们大家知道 石神里边 这包含了学习的 一个信息 而文昌是 这个叫神煞系统 它里边也包含了 有助于提高 学习成绩的信息 所以两个都可以补 它不影响的 它不影响 对我刚才南宫航五的 它是在东方 就在东方 东方就买绿色的文昌塔 摆在家里边的 这个东方 这个叫镇 在镇位 卯是在镇宫的 前侃更镇 在镇宫 要买绿色的文昌塔 能听明白吧 南宫航五 能明白我分享的 这个内容的意思吧 有个同学说 小孩子住校 小孩子住校的话 那你 这个镇法就不太方便用了 那你给他买一些 叫啥呀 刚才咱说的迷迭香 给他喝总可以吧 那孩子在家里边住 咱在家里边做一些这种调理是可以的 有的孩子是住校的 是吧 你每一边在他的学校住的那个地方调 买点迷迭香给他喝喝 增强他的记忆力 对他的学习考试总会有帮助吧 同学怎么扯到男人宝剑的问题吧 天吟剑说道长男人宝剑的 那个男同志对这个话题是比较感兴趣的 特别是过了36岁以上的到了中年的男人 那都得注意点啊 你们要喜欢的话 回头我给你们分享点 真的有 真的有 到时候给你们分享个有劲药啊 吃完超级有劲的 走路一阵风啊 浑身使不完的劲啊 到时候给你们分享一个 今天是以文昌为主题 回头 没事的时候给你们了 因为你刚才有个男同学在那说的 男人宝剑的 所以这个人到中年不得已是吧 这个保温杯中泡枸起 你到了36岁之后啊 男人的身体各方面都该下降了 也得注意点宝剑的问题 不是门口是订房屋的坐向的啊 然后您拿着那个罗盘 您就站在那个房间的正中心来订就可以了 他的材质没啥要求 就是主要是他的颜色啊 来按他的颜色来区分五行的 有同学说小孩子上学可以喝吗 那您给他买个胶囊 装在胶囊里边吧 他不方便泡茶喝 那每天早上吃两滴 晚上吃两滴 刚才不是说了 我那个迷迭香提取物 已经的打好的粉 你买些空胶囊装一装 我们自己装费点事 那成本就降低很多了 这是人家自己 人家加工好的 里边我看顶对就二两迷迭香粉 那成本多少钱呢 18块钱一斤 二两才多少钱呢 3块6 那胶囊能值几块钱呢 5块钱都用不了 那胶囊的5块钱都买一大包了 买一大堆了 5块钱的胶囊加上3块6了 那个啥 这一盒成本也就不到10块钱 工业化生产的成本不到10块钱 他卖35 那咱自己做的话 那成本就大大降低了 你不方便孩子泡茶喝 你一个的装胶囊吗 有个同学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兴言说文昌贵人颜色是孩子 八字既神五星也能用吗 这个是啥呢 这俩是俩系统 我觉得可能你可能没有完全理解 它是俩系统 印是食神系统 文昌是神煞系统 它是神煞系统 不一回事 神煞系统 那你这里就不考虑神强神弱了 它就是个神煞系统 它代表着神煞的信息 神煞就是啥呀 某个字 加了某个字 它就会发生某个事 那我们现在就给孩子增加文昌神煞的能量 它跟食神的能量不一样 食神的能量就是用我们的日元 跟其他的干支会有十种关系 得出来的十个能量 那个叫食神系统 这个是文昌系统 所以食神系统 基本上可以不用太考虑 它是身强身弱 它是喜用 还是继凶的 明白吧 银是韧的文昌 银 那银 您的这个银是在这 银是在这 对吧 东北角 靠东的这个位置 那它的这个 在房间的太极来讲 就是这个位置 在小太极来讲 就是这个位置 是这个位置 那您要是选文昌塔的话 那也是绿色 因为银 它就是个木 木就是绿色 不看食神 直接补文昌 文昌是个神煞 神煞是不用考虑 神强 神弱 实用即凶的 文昌系统 文昌是一个神煞系统 它跟食神系统是两码事 不过回头后边解栽 也是给大家说了 神煞要用神煞解 食神要用食神化 这是俩方案 有的同学来跟我说 师傅 那印能不能化宰煞呀 我说那你这个理解错了 印是食神系统 宰煞是神煞系统 印是解不开宰煞的 什么解宰煞呀 天德 天乙 月德 它同属神煞系统 神煞可以解神煞 食神可以化食神 你们想拿 这个食神去化解 灾煞 这个神煞 那是化不了的 各自有各自的系统 它是俩系统 文昌塔怎么摆放 那就是摆在你的文昌位 因为文昌位 看看文昌位 你是准备在这里住 你要是把床放在这 你就放在床头上 你要是准备在这里摆书桌 让孩子在这学习 那就放在书桌上 对 七星灯是肯定要一直亮着 要一直亮着 把它工位的能量加强 要一直亮着 有个同学说 不知后多长时间见校 我给你这么说 理论上来讲 你步的是对的 应该孩子很快的能量就会得到调整 很快就会应出来变化的 比如说孩子 你现在还没考试 你就可以给孩子步上 孩子会 就是变得不那么贪玩了 开始专注于学习了 不用你催 不用你讲 自己就开始很专注于学习了 你只要步的对 步的没问题 很快就会有效果 海峰说 对深的文昌位 文昌塔就是金色 对因为深是金 对深的文昌位